置業是很多人一生中最大的投資 投入的不僅是金錢 還有眼光、信任 中原地產押納香港45年 與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長 而見證很多家庭的繁衍 專注、用心、投入 造就我們與客人建立非一般的聯繫 我叫Janet 在1994年已經入行做地產 2003年7月1日在西南區中延入職 到現在已經接近20年了 我的客人都是以家庭客為主 因為他們父母都買了本區樓 他們都很喜歡南區的生活 長大了之後都買回南區的樓 大部分都是熟客介紹 平均每月成家都有5至8宗 客人都很窩心 因為他之前爸爸買樓和租樓 全部都是給我獨家的 最後他有病 臨終時都吩咐一些女兒 以後有甚麼事買樓 或者有其他租務的事 一定要找中原Janet 真的很窩心 可以得到客人的信任 當然並非一朝一夕 Janet是個太太太 她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做這行一定要用心去對 當作朋友或是自己的物業 她全部都是這樣 放租之前 我們會幫她檢查一下 家屋哪裏需要維修 或者要不要收拾好一點 整齊一點 容易一點租 通常叫我上去檢查一下 除櫃 教室有沒有難度 槍教室行不行 家屋要不要油油 都會跟頭跟尾 看看師傅做得好不好 有沒有甩膜 有時晚上很晚 各個獨小都放下班 我都十一二點 還在公司 購買很多很濕碎的東西 都會有 天道酬勤 終於明白 為什麼Janet 可以每年拿到公司的 最多單數獎 不怕辛苦 一定要抵想 勤力 不怕辛苦才可以 別人 用心去對別人 真的用心去對你 做代理 除了細心 抵得想之外 當然未夠 正如顧客對物業的要求 會逐步提升 相對也需要擁有更多 專業知識的代理 去處理越來越複雜的問題 在西半山做了27年的Maggie 有深刻的體會 大家好 我是Maggie 我是中原地產 中環西半山分行經理 我在這區都做了27年 在我客裏其中有一個 我印象都很深刻 由他買第一間房子 初次上車 買三百多呎的單位 隨後要換大一點 就換了六百多呎 因為又結婚 又有小朋友 也要就小朋友上學 隨後再換大一點 我換了一千呎 現時他自己都住在二千呎以上的單位 這個客戶我們關係很好 他有些物業的問題 都隨時打給我 又亦私亦有 他現在都做到一間很大的 上市公司的CEO 在他身上我又學到一些東西 能成為成功人士人生路上的夥伴 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光榮 Maggie看著很多客人 逐步升級換大屋 他觀察到 現在的客人 想換心頭號 都真的不容易 這一區一般的客人 本身都有物業收租 如果自己住 都想換大一點 一些臨海的單位 很多客人在這一區 其實開始要希望三代同堂一起住 包括父母和孫子 所以他們要找的物業 都是要二千至三千呎居多 房屋會是樓梯 佔容小的面積 他們都不想浪費了 所以覺得大平層便會用得到 香港要找這麼大的大平層單位 供應真的不多 一隻手數得完 還有一般扭鈴會比較舊 除非買兩個單位打通 但是因為現時的稅制和入職法例 所以變成比較困難 所以找到心頭號 一點都不會 買兩個單位打通 有時真是可遇不可求 在山頂南區深耕了26年的Alban 用了超長時間 才梳理到同層鄰居的誤會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臨海的物業就是一屋難求的 我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是身後面的物業 有一個業主 希望可以完成他三代同堂的美夢 我足足用了三年的時間 游說到對面的業主 作為經紀 除了樓價之外 我還要處理他們雙方面的人際的關係 用了三年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到一個雙輪單位的美夢 每個人心目中的終極豪宅 往往各有不同 有人覺得獨立屋才是夠氣派 但原來住慣大屋的富二代 對於生活的質素有另類要求 傳統的住客很喜歡去一些大型的會所 但新的一代就喜歡比較貼備 他們喜歡走下去本身大的屋苑 每個會所的設施有泳池 可以就這樣在一個這麼方便的環境 和小朋友或者和朋友聚下會 甚至乎他們的交通網絡 可能他們要求是近地鐵 交通比較多些 變成年輕的新的一代 他們會追求的東西 不單止地位置這麼簡單 而且物業質素的要求提高了 大屏城現在是一個大趨勢 尤其是這十年八年 有一班董場客 因為他們會覺得在這個大單位裡 客飯廳的氣勢已經會更跳一級 大屏城被客飯廳的感覺更加有氣勢 而少了樓梯對於老人家 和小朋友的安全是更加照顧周到的 亦都令到一家人的關係更加緊密 而亦都不用擔心住陽房的保安問題 追求生活享受是人的天性 有人由屋苑升級到半山 再到山頂、南區 看慣維港的璀璨繁華 亦有人選擇回歸寧靜 鍾情南區臨海物業的清新自然 近年新挖起的新南區 既有南區的傳統氣派 山海連年的以例 亦有地鐵站、大型商場、優質效網的便利 無論你喜歡哪種環境 中原都有很多精英隨時後命